It's Raze on Bob Love 在你的歌曲上,你負責蘿蔔 那是否意味著愛的禮物? 其實不是耶,不是這個意思 很多人會瞎想,就是 會幻想到那個地步 可是其實真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這張專題的概念 就是我們很渴望愛情 然後像說可以彈一場 像蘋果一樣,酸酸甜甜的戀愛 一部分也是說 就是我們已經成熟,已經長大 之前是青色的蘋果,現在是紅色 對,紅蘋果 那一種過程 然後也是在這張專題想要帶給大家 就是可以,像說可以透過我們的音樂呢 就是表現一些愛給大家 我們晚晚回家 多羨慕同學身邊 總有英俊有錢 也好爸爸 all the time 所以你一首歌叫做 這叫愛 愛 到來就沒遇到 想幹嘛 總無法預料 所以你什麼意思是愛的意思呢? 這叫愛 其實在這叫愛這首歌曲 是我們對愛情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那在我們這首歌的MV裡面呈現出我們兩個人演的一個角色 兩個不同的角色,就是Miko是演現在 然後我是演過去 那過去的自己呢,就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然後現在因為沒辦法走出那個框框 那愛上的世界裡 就是失去了另一半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這首歌也是跟大家說 訓練是必經的過程 雖然其實我們經驗也沒有很多 只是說我們看了一些可能順便的朋友的一些經驗啊 我們知道說其實真的很多人會覺得說分手 你愛過的一個人分手是很傷心 你沒辦法再談下一場戀愛 但其實這首歌裡面就是想要跟大家說 就是一定要勇敢的走出那個框框裡面 不要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那我覺得愛情就像咖啡一樣 怎麼說呢? 為什麼像咖啡? 咖啡也是一種精神嘛 你喝咖啡就有精神 那咖啡就像那個你愛的人一樣啊 就是你一看到他就會有精神 就是不管你有多累 看到他你就會把全部的疲累都忘掉 那你呢? 對愛情嗎? 我覺得愛情像天空吧 它是可以很灰暗 它也是可以很陽光的 對我覺得愛情就是 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一口同聲 對呀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都是會經過的一個過程 對 有時候吵架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 對,吵架 反正可能感情會更深入 相關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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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的世界 小時候當然想的太簡單了 就是會這樣 大人的世界很 就是跟小孩子的世界就一樣了 什麼的 就是會很單純的想 太純真的 然後進入大人的世界之後 才知道說其實大人的世界是很複雜的 複雜 然後就是有可能很多的壓力啊 然後造成煩惱啊 因為煩惱才造成這個悲哀 就大人的世界還是會有一些悲哀的部分 因為你要處理很多事情啊 就像什麼簽合約 之前都是父母會幫我們簽 然後這次都全部的事情都是由你來做 做決定 要付起很多的責任啦 對,像我覺得18歲 就是大人的世界 而且我們之前會把它想的很普遍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進入 我覺得我們剛開始學會怎麼做大人 但還是會有一部分的了解 對,我們會知道說 可能這個事情 不是我們之前想像中的很直接的一個原因 它是靠很多事 靠很多不同 就是某一個很多很多的原因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所以我覺得 我們做 現在已經作為大人了 我們要聰明一點 不要那麼容易 就被打倒 敗 Sounds like the By2 sisters have indeed grown up but when would they be spotted going out on dates? Well, you'll find out when we do 如果我怎麼能看見 這裡有個女孩在許願 對,對,如果說的 好多會 如果說的話 我們會不會做到更多的地方 我們會不會做足夠的